OK 今天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 OK 你们告诉我吧 我们如果是了的话 你们懂事了的话 你会选一间 怎样的 烟壶 住下 快快提出来 舒服 来 多种选择来 六星际业务 六星际 高级的来 安全感 安全感来 很多很多 离不开的好治病 OK 问题又来一样 突然间 你面对你要做家业务全面 有一些问题产生 那么你要做一件最贵业务还是做一件最便宜 最贵代表什么 最便宜代表什么 我告诉你这些都没有一个定义了 我只给大家在投资业务课程里面这几句话你们一定要进 做业务 不是做完一件事 乃是 做对一件事 这对 以什么做阻挡的 业务 有没有问过他这条喜欢什么 你不你问他问不到 不过你从他的那个行为 从他的习性 你从专业知识里面 你可以了解吗 很简单 华了 你们是知道要怎么挂了 现在知道了吗 OK他喜欢什么 你们也就知道了 OK他进的时候 需要怎么样的一些声音装 你们也知道吗 这个就是一些专业事实 用什么木 用多少个一些声音的配套 其实我讲这些 再次强调一点 这个东西不是绝对的 不过 我们 只是把一个成功过的经历 告诉你 让你在前面的道路中 不要等 做完一件事 做对一件事 查字好影视之前 OK 我们 创世了那个自然 创世了这个烟雾 那个烟雾以自然作为主导 自然作为主导 你看下去很不顺 就不自然了 OK 我们有了 创世的自然 才能够 引导他 刚才讲的不是鸡啊 引导他 今天燕子住在屋子里面是自愿的